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民众抗议防疫措施做得不好 各位午安 我是马心仪 葵冲村日葵楼出现爆发 目前不需要传动大厦居民撤离 但是要加密检测 居民需要完成採养才可以离开 但大厦门口早上没有警员或工作人员把守 居民自由出入 又着保护衣的工人消毒大厦门口 当局在日葵楼旁边的篮球场 窃流动彩影站被居民检测 怀疑出现病毒传播的日葵楼垃圾房 有清洁工人开锁入内收拾物品 有居民说就读中一的儿子 早上入校门后才获告知 因为没有今天检测阴性证明需要回家 也有居民认为当局的检测安排混乱 有点突然 但是不要紧 我现在最好停工停货 我都不想出门 预防一下 总之在外面进入 回来就一定会多噴几次 随时可以出入 外来的随时都可以出入 做不是问题 你给个清晰的指引 什么都没有 只是做检测几点开始 昨晚被维峰强制检测的三处地点 今早解封 没有发现确诊个案 在葵涌任职社工作里的24岁男人初步确诊 源头不明 当局昨晚维峰他居住的长沙环村长一楼 1640人接受检测 当局到访782户 有57户没有应门 至于荃湾沙咀道明日居第一座 因为一名是观塘任职销售员间 南珠户染疫而要维峰 590人接受检测 当局到访了220户 有15户没有应门 同样有住客出无确诊 维峰强制检测的天水围天盛院 盛谦角 就有880人接受检测 没有发现阳性个案 所有中小学和幼稚园下月24日起 开始实施疫苗气泡 教学和非教学人员 以及在校园提供服务人士和到访者 必须打了最少一剂新冠疫苗 教育局说 如果教职员未符合要求 不能进入校园 会当作无理缺勤 所有不符合这个疫苗气泡的要求的人 是不可以进入校园 而如果是教职员的话 他进不了校园 即是履行不了他的工作 所以作为一个无理缺勤的性质 学校呢 即是如果你说 我回不了学校 我请假得不行呢 我亦都很清楚说 是不可以用 因为这样的情况 是批出这个员工假期的 学校是没有责任做这件事 所以就是说 如果他硬要回学校 那又怎样呢 可能就会变成 未经许可进入校园 是会接受 即是会有可能 要接受纪律处分 或者是有些法律效果 保护儿童会和落居职员涉约二案 警方拉多两个职员 累计有18人被捕 受害儿童增至33日 警方今天在黄大仙和沙田 抓了两个分别 56和46岁的院舍女职员 涉约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 虐待或缩略 验证是扣留调查 到现在共有18个职员被捕 受害小朋友增至33人 全部已经送院检查 警方早前说正是回看铜锣 一共6万个钟的闭路电视片段 预计需时两个月完成 本安去年个人破产情请中数 按年下跌1成7 但企业强制清盘情请中数 按年就上升近1成 破产管理署公布 上个月个人破产情请 有564宗 按年下跌2成 按月也下跌7% 去年全年个人破产情请 按年跌1成7 去到近7200宗 上个月企业强制清盘情请 有32宗 按年下跌2成 按月更下跌4成8 但累计去年全年企业强制清盘情请中数 按年增加近1成 去到超过490宗 中国恒大有境外债权人 威胁采取强制清盘等的措施 恒大计划增聘财务和法律顾问 跟进债权人的数据 中国恒大去年下半年开始 部分境外美元债券 未按时支付利息 但公司专注在内地完成交楼等等 引起境外债权人不满 代表恒大境外债权人的团体 星期四发表声明 批评恒大决策不透明 无视境外债权人的权益 只是提供有关意向的含糊承诺 缺乏细节和内容 也没有跟他们有实质沟通 制定可行的重组计划 便无选择之下 只能严肃竞争考虑 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说 债权人下一步行动 包括入品 强制恒大清盘 由法庭委任人员进驻和控制公司等 但是希望先给恒大机会 提供详细财务资料 例如资产负债表 流动现金水平 现在营运状况等 债权人仍然想在未来几个月 讨论延长债券期限 或者重组债务 恒大团队之后有跟债权人接触 又强调面对经营和财务挑战 尤其是债务压力 风险化解委员会 已经积极研究解决方案 建议增聘中介机构 包括中金和中银国际 做财务顾问等 协助化解债务风险 跟进债权人诉求 内地也继续尝试换和内房债务危机 例如加快卖楼回款的过程 中国政券部报道 北京上海等地按揭审批时间大幅缩短 多数银行一个月内就发放贷款 广州深圳等地的银行就调低按揭利率 但是住建部星期四召开工作会议 表明今年要加强楼市调控 不以楼市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坚决有力处理个别大型内房 项目未能准时交楼的问题 整治规范楼市秩序 无线电视记者黄文軒报道 有时会回到其他消息 关注金融行情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部24766点 跌186点 总呈交超过879亿 最活跃高分的表现 腾讯控股跌1元 阿里巴巴跌6.3 美团跌1.6 有帮保险跌5先 港交所升5.4 中国平安跌7毫半 京东集团升1.4 快手跌1.4 若名生物跌3.8毫半 勇创中国跌8线 看蓝筹股方面 汇丰控股跌1.5毫半 有帮保险跌5先 中国移动升1毫 港交所升5.4 香港中韩媒气升6线 恒生科技指数报5820点 跌75点 互港通额到使用方面 内地投资港股的港股通额度 余额是404亿人民币 投资内地A股的互股通 每样额度原额约505亿人民币 至于深港通的额度使用 内地投资港股的港股通额度原额是403亿人民币 投资内地A股的深股通 每样额度原额约502亿人民币 全坦内地股市上证综合指数跌29点 甚至成分指数跌160点 国家外汇管理局认为市场已经预期 美国联储局今年可能加息 相信落实之后对人民币界影响会较小 内房商街少业发行资产抵押 资产抵押证券ABS计划告追 股价曾跌超过半成 深交所网站披露 介绍业计划发行的一只资产抵押证券ABS 项目状态显示为中止 项目发行规模为5亿2000万元人民币 受理日期是去年6月29日 碧桂园日前发行资产抵押证券ABS 为今年首加成功发行ABS集资的民营房企 唐家海底火山爆发引发海啸多日 对外通讯逐步恢复 机场也重开 中国援助物资率先交付唐家 中国第一批援助唐家的人道物资 星期三在中国大使馆举行交接仪式 中国大使曹小林说 这批救援物资将会用在保障避难中心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又说当地仍面临困难 救援工作最大的障碍是受灾地区的通讯中断 海上交通不变 国际机场跑道的火山灰已经被清理干净 但空气中仍有火山灰颗粒 空气质量还不符合民航飞机飞行的条件 为了尽快恢复当地的互联网服务 中国电讯紧急协调专业海底通讯电纜维修船 由巴布亚新基内亚 赶赴唐家的海底通讯电纜故障地点抢收 维修可能需要几个礼拜 火山爆发之后五日 唐家和外界的电话通讯已经重新接通 国际机场也重开 多国援助的物资陆续抵达 新西兰的物资由C130运输机 星期四运底主岛唐家塔布岛 机上载有帐篷、卫生用品、发电机、通讯器材等物资 唐家手上、索瓦·来尼等官员在场迎接 为防传播新冠病毒 双方交接物资时没有接触 而海军两艘船舰也会运送食水和海水化碳设备 预计星期五抵达 至于澳洲军方第一架飞机 同日亦将海水化碳设备、帐篷等人道物资 运底唐家 无线电视记者林仲慧报道 葵中村日葵楼出现爆发 传动大厦住户要围风强检三人 有居民批评安排混乱 我们昨天新增23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 北京占了5宗 部分公安和冷库有棍 澳洲议会通过有关香港自由的决议 中方坚决反对批评网顾历史事实 各位我是马申宜 葵冲村日葵楼出现爆发 目前不需要传动大厦居民撤离 但要加紧检测 居民需要完成採养才可以离开 但大厦门口早上没有警员或工作人员把手 居民自由出入 有着保护衣的工人消毒大厦门口 今日的检测阴性证明需要回家 亦有居民认为当我家的检测安排混乱 有点突然 但不要紧 我现在最好停工停货 我都不想出门 预防一下 总之在外面进入 回来就一定会噴多几次 随时可以出入 外来的随时都可以出入 做不是问题 你给个清晰的指引 什么都没有 只是做检测几点开始 没有人知道 5至11岁小朋友下个月16日起 可以在三间指定接种中心 接种伏必泰疫苗 负责疫苗接种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叶德权说 由于疫苗剂量是成人的三分一 需要安排指定接种中心 如果在药剂师来说 他们在医院各方面 其实这个所谓off label的用法 是很普通的 他们都有这些情况需要这样去用的 第二就是他在这里抽三分一出来 对于专业的医护人员来说 没有什么难度的 只不过是因为都是要去确定整个抽取的过程当中是怎样做 每一个部站是怎样的分工是怎样的 这些都是要将它确定出来 还有熟习那个流程 也都是开头用的时候也都是要小心谨慎 所以如果有一个专门的 就是那三个的中心 在那里就有相关的药剂师或者医护人员在那里 11岁小朋友今天开始可以打科兴疫苗 聂德权说如果学校有需要农历新年假期之后 可以安排外展队去到学校帮学生接种 或者是安排旅游巴接种学生去到接种中心 那里昨天新增23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 其中北京占了5宗 部分公安和冷库有关 当地将全面检查相关行业 并呼吁民众尽量避免网救 代救境外和国内有病例报告地区的冷链食品 北京昨天新增的5宗确诊 其中4人在冷库工作 剩下一个人从事批发急冻食品 早前曾经和3名确诊者一起吃饭 北京市进一步加强冷链食品监管和风险防控 重点对区内冷库进行全面检查 冷库从业人员和冷床保鲜运输企业从业人员 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并加强冷链食品流向排查 第一时间摸牌冷链食品进货渠道和流向 对涉宜冷库中流通的货品信息 转至相关部门和属地落实管控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旁星火说 北京疫情情多点散发 变种病毒Delta和Omicron并存 呼吁市民做好个人防护 要尽量避免网购代购境外及国内 有病例报告地区的冷链食品 如需购买应到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正规市场 北京出现疫情 外界担心影响下个月揭磨的北京东奥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昨天到国家速滑馆 主媒体中心 国家体育场 考察北京东奥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改善分区分类商币还管理 精准精细落实防疫搜查措施 保证运动员和参与东奥人士 安全便利地参加训练比赛和工作 强调要一体推进东奥防疫和城市防疫 采取坚决果断措施 尽快处置北京多点散发疫情 国家邮政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也宣布 从下个星期二到3月13日 既往北京和张家口市的邮件快递 一律加强安全检查和消毒处理 投递至东奥场馆、东奥村的邮件快递 必须在投递前全面消毒 并配合安保有关部门开展集中安全检查 无线电视记者杨都会报道 欧洲议会通过关于香港侵犯基本自由决议 呼吁欧盟制裁相关官员和抵制东奥 中方表示坚决反对 批评欧方罔顾历史和事实 欧洲议会星期四以585票赞成 46票反对和41票弃权 通过关于香港侵犯基本自由决议 强烈谴责香港人权的恶化 包括集会和新闻自由遭到限制 议会呼吁港府释放所有政治犯 并恥消对近年来被捕的所有和平抗议者的指控 议会又说中国政府正是试图将其的威权制度 对内对外合法化 敦促内地当局废除港区国安法 说有关的法例阻碍中欧之间的信任和合作 欧洲议会议员除了呼吁欧盟 对镇压香港人权的官员实施制裁 也要求在外交和政治上抵制北京东奥 中国驻欧盟市团对决议表示坚决反对 批评欧洲议会部分政客 一再以自由、人权为名 就香港羡慕指手画脚 违反中乱港分子参腰打气 形容有关决议混淆是非 引起包括香港同胞在内 全体中国人民的强烈意粉 外交部驻港公署就批评欧洲议会 罔顾历史和事实 为了贼存在感 类似三番以所谓民主自由 抹黑香港攻击中国 这种自欺欺人的政治闹剧 和险恶用心注定失败 奉献欧洲议会一些政客认清大势 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 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无线电视记者曾为俊报道 又是一会儿,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关注金融行情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部24,766点跌186点 总成交超过879亿 最后股份表现 腾讯控股跌1元 阿里巴巴跌6.3元 美团跌1.6元 有帮保险跌5先 港交所升5.4元 中国平安跌7.5元 京东集团升1.4元 快手跌1.4元 若名生物跌3.8元 融创中国跌8先 其他主要蓝筹股表现 汇丰控股跌1.5元 有帮保险跌5先 中国移动升1号 港交所升5.4元 香港中华煤气升6先 恒生科技指数暴5820点跌75点 看体内地股市 上证综合指数跌29点 深证成分指数跌160点 转体下,国家卫健委说 新冠疫情影响人口出生率 又承认三孩政策在短期内难见成后 中国去年有1,062万人出生 出生率是7.52% 人口正增长创60年以来的新低 国家卫健委说 新冠疫情 以及是婚姻生育观念转变等多重因素 都影响出生率 90后,00后 作为新的婚姻主体 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 是在城镇里面 受教育年限更长 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 婚姻推迟的现象十分突出 三次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偏高 加重了家庭的顾虑 内地在去年宣布实施三孩政策 各地推出多项的措施配合 包括延长产假等等鼓励生育 期望逐步形成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而面对外界质疑有关的政策不奏效 当局就说生育决策的因素复杂 而且涉及多方面 现在三孩政策实施时间短 配套措施陆续推出 短期之内很难见到明显的效果 无线电视记者曹娇并报导 又吃饭了有另一份新闻